这是计算人口不同的方式吗 高雄市在陈取执政11年 人口的成长为什么会垫底 我们也知道立法院在今天持续还在打架 但是各个县市在争取前瞻的预算当中 高雄市政府争取的也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争取的大笔的前瞻预算之后 面临到在里面的都会人口竟然成长会垫底 这中间有没有矛盾呢 港都的哀愁包括了立委席次可能会减一席 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为什么高雄只有成长一万八千人 比台南市少了一千九百多人 变成是六都之末 中选会已经检讨立委的席次 形成台南增加一席 高雄会少一席的窘境 我们稍后邀请到关键性来宾意为您解析 当然涉嫌牵吞中影的3.7亿元 蔡正元遭到检方声音压觐见 包括她的太太怀有身孕 也列为被告三百万元交保 今天北院在召开鸡押亭当中 究竟是交保还是收押 正在进行当中答案就要揭晓了 而中影案的金流里头 蔡正元到底何以 她可以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包括了 国会观察基金文党上姚灵云老师 以及在现场还有特地从高雄来到我们这里 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廖达奇老师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以及来自于立法院最新消息王定宇 前时报主管总编辑吴国栋 还有律师周武荣为我们分析 检方缤纷多禄 昨天搜索了包括了蔡正元的家 还有她多处的地方到底在办什么 我们先从今天立法院又上演打架戏码来看起 国民党立委林维中飞扑发言台 要让绿营立委无法发言冲突一触即发 眼看发言台被推抖在地上 立委陈明文再也受不了 冲上前掐住国民党立委许玉仁脖子 马上又被其他立委架开 其实国民党不只拆发言台 还当起工人拆音箱 民进党立委对着麦克风大喊 喊怎么样就是没啥 前瞻特别预算交付委员会审查第二天 蓝营主张赵伟要轮到国民党立委罗明才 但是她前一天神隐一整天 绿营当然不一 双方抢占主席台 国民党搬桌子自备麦克风 绿营在另一边不断发言 蓝绿各自开启委员会 炒翻天干脆把桌上的水拿起来甩 整个早上打成一团 蓝伟林德福右手虎口中奖流血 蒋万安 曾明宗也被打倒在地 不断传出伤兵 却丝毫不减双方战力 国会持续空转 前瞻预算没进展 只有蓝绿武术大赛 打个没完 好 这是立法院 前瞻特别运算 在交付委员会审查 今天进入第二天 今天一大早可以看出来 民主党立委七点钟不到 在主席台备战 但是国民党团一进场之后 开始全面性的一个开战 我想请教回到蔡志文这个案子 姚老师 我们如果翻开这个案子 从2005开始展开交易 一直到现在 12年的时间所历经的官司 还非常有趣 他担任中营的董事长期间 涉嫌侵占公款 将董事长坐车卖给自己的公司 过户到自己名下 这个时候市林地方法院判一年十个月 到了高院认为罪证不足 是无罪的 随即到2012年的时候 中营公司自诉控告蔡正元 侵占公款 又是侵占公款三百多万 这个时候市林地检署判刑一年 中营解除自诉代理人委任 高院以不受理来驳回 所以其实非常有意思 到了我们看两年前 这个时候郭台强 他已经接下中营公司董事长 这个时候告蔡正元利用临时股东会 把减资款将近六亿元 发给阿波罗公司 这个时候最高院认定 中营减资决议无效 阿波罗应该偿还5.8亿元 还有在去年的五月份 郭台强持续有动作 要求蔡正元赔偿 这个时候高院判他败诉 应该返还1.7亿元 可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市林地检署以背信罪起诉 这个时候是判无罪 他本来被控告 主导中营董事会增资再减资 自己认购手法自肥45万 这时候无罪 上诉高院还在审理当中 而接下来最新季度就决 昨天党产会送出之后 在兵分多度展开大搜索 同时计押庭正在召开 我们看到这个很有意思 十多年来其实很多案子 到了检方 其实是不了了之 甚至判无罪的 所以今天的大动作到最后 来这样的发展 杨老师怎么看 本来这是国民党内部 就应该知道的 最清楚的事情 怎么会轮到党产会呢 党产会的资料 是国民党提供的 国民党行管会 应该最清楚 所有的买卖中间 哪里有问题 因为这么大 他不管是卖这个 卖三中卖甲中 乙中二中 他所有的买卖东西 都要最后要经过 国民党行管会 跟老板主席 他居然可以没有 看出任何的问题来 他也不去主动去告发 说这个中间有 有侵占背信的嫌疑 移送给检掉 从来没有过 各位晓不晓得 前一阵子没有多久前 应该是两个三个月前 当吴敦义跟那个 洪秀柱在选主席的时候 双方吴敦义的 支持者马英九 有一个发言人 叫徐晓星吧 对对对 他跟这个蔡振元 在那里抬杠 是 然后徐晓星就说 你那个1.8亿的事情 还没处理掉了 蔡振元居然回一句话 你最好不要再提忠赢 否则有人下地狱 A了钱 可以这么嚣张的讲话 他就是仗势了 人家的是国民党的钱 把柄抓到他手上 你能怎么样呢 因为他就是 唯一听到有发声 就是徐晓星 所以咯 玩具办公室的发言人 徐晓星根本不太多 他是唯一状况外 徐晓星 徐晓星他根本不可能 知道这件事情 当他被蔡振元一讲 不要乱讲 有人会下地狱 徐晓星一定被人家警告 从此以后 就已经一句话都不讲了 他那时候是马办的发言人 对啊 你想想看 蔡振元为什么可以 嚣张到你在啰嗦 你认为徐晓星这些话 挑起中营的处理工作 有人偷空中营7.5亿 还因此被黑道枪击 你认为徐晓星的这一番 跟他之间的隔空校正 是完全状况外 不是 他最起码他是看了资料 发觉有人这样指控嘛 是是是 当时事实上就有人这样指控 黄月红啊等等的 就有人这样指控嘛 然后徐晓星就拿这些媒体的指控 就直接就问了蔡振元 蔡振元呢 就跟他讲 我们这是党内互相打啊 你不要乱讲 你那一乱讲 就大家一起倒霉啊 不知道徐晓星就不讲了 徐晓星就不讲 这就可见 为什么要先讲这一段 这就可见 党产的移转买卖过程 是因为马英九选党主席 就承诺要党产归零 所以他说请你 马办法案人徐晓姐证告 他说请你正式用马办法案人身份 要我公布 有人会下地狱的情节 而不是有人问中尹 但我可以告诉你 有人卖党产 说不到钱 你有兴趣的话 请正式以马办身份来出面问 他是单挑马英九选 单挑马英九选 你看他就直接讲 卖党产不要钱 天底下卖党产 你不要钱 有人卖党产收不到钱 对啊 那就表示这就好像中管 中管也没有 老师 蔡晓星那句话是有没干 蔡晓星很聪明绝顶的人 他那个话会咬住 让徐晓星一个出路丛林的小白兔 马上闭嘴 马上闭嘴 他那句说 有人卖党产 收不到钱 你说我掏空7.5亿 我告诉你 有人卖党产 根本收不到钱 那个有人是说 谁能卖党产 就党都可以吧 卖党产居然不收钱 你以为他真不收钱啊 他是怎么 他说送党产 我如果卖东西给你 然后表面上没有收到钱 那钱到哪去了 那如果他把这番话 再停上呢 姬阿婷讲呢 那接下来办什么 你一定讲的 你一定讲的 有人卖党产收不到钱 你跨我 现在检察官 当然 现在为什么回过头来 检察官要办这个案 没有很简单 因为那个刑事馆会 现在的 就台北市政府过去的 后来又回到 又回到党部的那位 刑事馆会的那位先生 是 他在被党产会邀请去报告 你说现在邱大展 邱大展 他被邀请报告的时候啊 因为当时的三中案件 跟邱大展并无关 是他的前院 刚才讲的那位 张哲成 在主机长 在安景森 在安景森 所以邱大展并不知道 这个事情中间呢 可能隐藏了什么 他该提供的资料 就提供给当产会了 当产会越看越不对劲 怎么可能有一笔钱出去 然后又 然后信托到了这笔钱 回来就少了钱 这一定有问题嘛 我今天如果要信托 给某家 给子家 我信托给你 你是一个律师也好 我信托给你五亿 结果过了两年 回来两点六亿 我一定会问 这两点四亿到哪去了 任何一个人都会问 我东西摆在那里 拜托帮我保管一下 你回来少了钱 你就问 这所以党产会 就发觉钱多不了 移送才发觉到 那笔钱根本进了 蔡振元的私人账户 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连同蔡振元 不是别人被约选 那要是我们可以大胆说 党产会如果 没有找这个老实人 邱大展提供这个资料 他也没有去移送 今天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这个 是因为全部摆平了 因为为什么 卖党产的人不想追究 因为他一定得了好处 是 中间要做处理的人 一定得到好处 他也不要追究 因为他也得了一部分的钱 减资 然后再信托 然后再如何 他也留了一笔现金 他还居然用钱去买不良债权 而且那个不良债权 居然是自己的 用别钱买自己的不良债权 天底下也这么好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最后只是因为分账不拘 这个接任董事长的这个叫郭台强 对 差了那一点多亿 就两个人就分账不拘 闹开了 本来是好的 一起来国民党前 就去告 告这个蔡 蔡政元 是啊 到时候判不来 只有那个民事案件 一年半以后被判下来 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 刑事案 三次告发都没事 是 好了 这一次 这一个等于是开花了 本来查的是党产 开花出来 原来三中案件有弊案 好 这才是重点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传人的时候只传家人 哦 好好 为什么只传家人 只传家人 因为钱就 要追钱 钱都在家人 你认为他的太太 包括岳父这次被传 他的岳父为什么 如果真的要传 为什么岳父还被 为什么岳父传了以后 连宝都不要宝请回呢 为什么 因为岳父有户头的名字 可是岳父名 完全不知道 就表示岳父的名字 都被女儿用了 被当人头 老师太聪明了 对不对 就是岳父 岳父为什么会传 因为怎么会有岳父的户头呢 当然把岳父叫了 岳父我根本不知道 就看到岳父被女儿 可见那个亲属 你要晓得那个洪小姐 是洪小姐 洪小姐不是在蔡德年 从政就才认得的 根本就蔡德年还没从政做 做什么一家图顾公司的 图信公司的董事长 还是总经理 应该还不是董事长 他就在边上 然后蔡德年才从国大代表 慢慢慢慢做 他才跟着一起做助理 所以他很多这种事情 全部叫这个助理去做 开户开假户一户 那个阿波罗公司 原来就跟阿波罗投信 阿波罗公司是 蔡德年拿投信的公司 原来自己做总经理的公司 挪几千万 来做资本额 成立的新公司 全部都是 把他管理的公司的钱 拿来作为自己有用的 这一个事情 那国台强 因为知道 他在国民党里面 还有一点沟通 尤其他跟马银九之间 做过副董 副董干事 两个人还好的钥匙 郭台强跟蔡正元 拜托他 听说三中要卖 就拜托蔡正元去处理 买卖的事情 蔡正元心里怎么不快乐的 总算有机会了 要我去 蔡正元让郭台强 透过他去 去向中投公司买卖 见了国民党党主席 马银九 不过见了这个党管会 所以蔡正元 没错 蔡正元出马 向马银九讲 郭台强要买 郭台强有钱 这个人有财产 他拘接 他正好上下席走啊 一边跟郭台强讲 我要这样处理 你会省一半的钱 一方面来跟这个 这一个马银九讲 我来这样处理 就毫无问题 马银九也可以得利 他自己得利 所以重点就这件事情 那马银九会看不出来 这重奸的妹干嘛 我跟你讲 国民党如果自己要查 我请问你 党产会的资料再丰富 会有党 党的主席能看到资料吗 是 党主席要真正要查 他会看不出疑问了吗 也许党产会现在只看到部分 所以党产会只看到一部分资料 就起银 就移送 就可以 就可以传讯 党居然到今天为止 一中都不中 中影不管 中广不管 什么中都不管 融力公司 做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党根本无所谓 所谓言之 钱赔掉了也无所谓 怎么可能 就是一句话 钱赔掉了怎么可能无所谓 就表示一定中间 有钱来弥补他 无所谓的心 所以现在蔡振元这件事情 我认为现在检台官 唯一的就是要把钱找到 3.7亿他现在可能 只有一部分看到了 刚才 委员讲到说到瑞士如何 如果这个我不敢讲 因为这个没有 没有实际找到钱 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可是只知道 你经手了钱 按照背信跟侵占好 我只要知道 钱曾经是到你那里去 所以说现在到哪里landing 到哪里停在哪里 没找到 这个侵占罪照样成立的 并不表示说 因为我最后藏在床底下 没发出来 你这个背信侵占就不成立 不是的 我只要知道这个钱到你手上 然后这个侵占罪就成立了 所以说你现在钱藏在哪里 这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积押亭为什么可以开 两个原因 第一 蔡德云刚从国外回来 他马上又要到国外去 你要晓得 可能是中国了 以后他应该是经过了美国 到中国去 听说了 他会接一个中国公司的老板 所以如果要被积押 这个恐怕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 他可能会 潜逃不回 因为他有国外的 这一个公司负责人的 这一个可能性 所以夫妻两岁 所以你看他太太 虽然交保 也限制出入境 没错 你就可以知道 为了要保护这个案子 检察官现在申请他积押 其实是蛮正当的 是 所以廖老师 这个案子照这样看 真的会牵扯到 历任像是国民党 荣誉党主席连战 一直到马英九宝 廖老师 我先做一个特别的说明 我认识蔡正元非常多年 他不只是跟郭台强同学 他跟我同学 是哪里的同学 师大 台师大 那他的前妻也是我的同学 所以我必须承认 因为他跟他前妻离婚了 所以我对蔡正元本身充满了偏见 以下评论来自偏见 来自偏见 以下评论纯属我个人的偏见 因为我认识他非常多年 诚如刚才我们这个王定 我很少跟王定 与意见相同 不过这点相同 蔡正元绝对是聪明绝顶 而且很多都会留一手 那我大学就认识他 我们都是辩论社的 所以知道很多细节 其实姑且不表 那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教书的中文系 前妻 前妻 那所以但是这里面 我看到今天所有这些揭发的 刚才我们那个吴大哥也说了 就是叫夜路走多总要碰到鬼 我也完全同意 难得我们今天对蔡正元的观点 同意 那夜路走多总要碰到鬼 那我也相信 就我这部分 我认为蔡正元本身今天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 吴自家董事长说的 是真的是由党产会 顾立雄做了一件好事 变成是真正诉诸于是 由党产会来追讨这部钱 而且那1.7亿 本来是郭台强控告的 那结果蔡正元因为迷了婚 一毛钱都没有 只剩下18万 所以他也不用赔 对 不会觉得这里面充满了问题 你有注意到他的资产 对不对 从2012演变成他的资产 到现在最新的资产 存款剩下18万 那钱就给他成亲了 本来在5年前 存款将近2000万 有车子有股票 有这个贸系的股票 包括的配偶底下 也有存款将近3000万 到最后2016最新 他的财产实际上 存款18万 股票5000多块钱 而且他说他的财产 全部都给他填清 所以那个郭台强 想打官司的那位律师 我必须说了 稍微查了一点 居然在起诉的时候 就不晓得怎么样假扣押 对方的财产 居然还可以脱产 老师你真的以为他们在告吗 你真的以为他们在告吗 那是完的 不不不 我跟你讲 我一分钟 我跟廖老师也很少意见一致 我今天完全认同你的看法 所以我看蔡隽人压定了 不过我现在讲 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 诡异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签了一个三年回算机制 我刚才讲了 国民党的董事不要求开会 造成自己失之损失 然后很诡异的是 三年机制到的第二天 国民党醒过来来说 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 这个要赔我25亿 他有告 他要赔我利息 这等到过了 刚好过一天 你要赔我损害25亿 加上1.4亿的利息 那2009年4月28号 告了之后呢 马英九当总统了嘛 当总统之后 在2012年11月30号 一审判决 是判马总统输耶 就马主席这边输 郭台强赢 哪一个生意人 敢告当今胜上 然后赢了之后 马英九下面这个国民党 是完全不上诉 就放着 所以 放着之后 所以就官司 他也觉得 2011年还有个大故宫计划 要帮要不回来那块地 做土地变更 所以变更 如果贾跪去完 那个300亿 就已经离开了 那个回算机制 你就看不到他怎么分配 所以这整个 你买卖 等于我要跟姚老师 买一台车子 你10万卖给我 就10万卖给我 20万就卖给我 然后说我买回家之后 我在路上如果赚了5块钱 要分你2块钱的 没有人接这个约 那个都在干嘛 隐藏金流 所以郭先生在国民党 最缺钱的时候 慷慨捐钱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哥哥啦 他哥哥啦 他妈妈 他妈妈 他妈妈就是作家 他就是国家 对 那老师 那因为这些 大家都是很会推论 我也得佩服 看起来这个推论的过程里面 都有他一定的逻辑在 但是我也相信 现在现在积压的是蔡振元 我们刚才都同意了 我们对蔡振元的观点 对不对 我们也认识他 不要讲多少年了 会泡露自己的年纪 那刚才大家看到 他跟徐晓星的一个对话 没错 也说如果徐晓星要搞下去的话 他会把这个什么接触订阅 那其实我觉得 以蔡振元的这种聪明才智 他一定手上会有 他有保命符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等着那个事实证据出来以后 大家来验证 而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很多的推测 某种程度我同意这种推测 可能背后的逻辑 但是我们在学界人喜欢 看到证据以后说实话 而不是在现在是瞒天捉影 因为现在网路上充满了假的新闻 一点事情可以说的 根本跟事实完全不符 所以我比较相信 如果蔡振元够厉害够凶狠 我知道他是够厉害够凶狠 他可能会有保命符 到时候我们一起看看 也许小英明 那老师 他呛许巧新那一句话 就是我手上有东西 对 所以老师 所以我们等着瞧 你依你对蔡振元的了解 他手上应该握有保命符 而这个保命符 就是他们说的 依你对他了解 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 我相信他可能手上有些东西 因为他这个人做事 有他的自己的一套 而且他也敢冲敢撞 某种像川普一样的 这种类型的人物 是不是也敢说 所以我想 所以他应该会有 他是一个典型的声音 那我不太了解 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样的交易 这么重大的案件 何以他介入这么深 为什么他可以扮演 这么多重跟重要角色 为什么 我很难解释一定的为什么 只是说从国民党结构 刚才那个吴武董事长 还特别讲 在这个之前是连战 你知道蔡振元 全部是连战的人马 他跟马英九 其实是完全不合的 我可以这么实在讲 他也知道 那张哲生 你知道一个党主席 马英九是2006年当上 没多久就出了 是又下来 那事实上党务的财政系统 全部都在这个人身上 那所以蔡振元 其实是可以要挟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 什么都拿不到 所以2006马英九 当任国民党党主席 之后这时候 刑管会主委 对 谁学上 因为会主委是没有换 对不对 主分的都在他 听这边有证据的 我们喜欢根据证据讲话 主分的是他们两个人 马英九其实那时候 搞不好根本像个傀儡一样 诚实讲 他真的会像个傀儡 所以张哲生是跨越 连跟马 是 因为他没有办法动 因为党产那个 这个也不需要 帮马英九脱罪 我也没有帮他脱罪 有证据 蔡振元有本事 拿出证据 大家一起说话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证据 只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武董事长 张哲生是 跨了好几届的党主席 而且他最知道 国民党的财务 我们所有人知道 听起来都是乱七八糟 我们也搞不清楚 他们那几个党主席 好像也自己搞不清楚 没有人抓得清楚 那个脉络太复杂 但是真正关键的是在 连战跟张哲生的手上 是 不过我觉得 立法院的前瞻 就是说有人说 这是一个大前坑 这是一个所谓的榜庄 我们看到这么大笔的资金 在立法院审议 引起这么大的争议的同时 又看到国民党 这样的一个资金 你不要忘了中影的主要资产 这是来自于都是接收日产 党产会说 其实中影的第一桶金 其实早年是接收日产的 大世界戏院 充当两百万元的股本 才设立的这家公司 你当年接收日产 接收日产之后成为党产 党产之后再去变卖 然后在那边无轨搬运 来 这样的一个案情发展 这样的司法案件 来 国龙大哥 在这个朋友圈子里面 大家私下都是 称呼这个蔡震言是九命怪猫 所以这一次他会不会被押成功 还不见得还不知道 到底会不会押成功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今天蔡震言今天被深压 就表示三中案已经出现一个破口 检察官到底要办大还是办小 完全就在检察官你的拿捏之中 如果你只是办蔡震言的部分 那就是要办小的啦 像香肠一样 这样一节一节切 我只切蔡震言这一节就好了 蔡震言所涉及的案子 刚刚各位来宾都讲得这么清楚啦 检察官你就办这一节 其实这个是指三中案里面的冰山这一角啊 我今天特地把资料都找出来 这是马英九的向全民报告的 国民党的党场归零 底下日期2006年就是95年的8月 当时有个前提 为什么要赶快把三中脱手掉 因为陈水平已经下令了党政军退出媒体嘛 期限到了你不退出 全部都要充公没收掉 有这个前提在 第二个马英九当了党主席以后 信誓旦旦要把党场归零 所以这个报告一出来 大家吓了一跳 国民党几千亿的党场 怎么只变成两三百亿而已啊 全部都跑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们来打开看看 原来中影这个案子是最好的一个影子了嘛 最好一个例子了嘛 我刚才讲他讲过为什么他这个破口 如果你真的要办三中案的话 你就好好利用蔡震言这个破口把它整个办清楚嘛 不要只办一个蔡震言啦 办一个蔡震言没有意义 因为你现在去法院看 三中案的档案喔 没有两层红高也有一层红高 从特征组 从地检署 从高院 低院 从最高法院 全部都有 不要再找证据了 律师也不必了 你只要去把档案都照出来 证据都在里面 今天蔡震言涉嫌的不是新证据 八年前就有了 特征组为什么不押 特征组为什么不搜索 昨天说去搜索 分四个地方搜索 我是奇怪一个公司交易 如果是黑资业 有人把资料放十年了 放在那里给你搜索吗 十一年了 掌握搜索 能搜索吗 对 没关系 搜索什么东西 你不要搜了 你就是把法院那些资料 请几个事务官好好看一下 证据在里面 你们好好检查一下 刚刚的过程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说这句比较稍微的 蔡震言本来是 砍膠儿了 仲介嘛 他就做仲介 其实郭台长就 这棟好谈 那国民党也想赚 所以在谈的时候 有个协议叫做回算机制 所以真的是刚刚王定律所讲 国发院的模式 就是说我买来 我小小给你买 他买完你小小再买 大家都要谈啊 买之后再去变更 可能变成饭店 甚至变成豪宅 而且他们当时这三个人 是拿31亿拿下中营82% 如果变成300亿 真的真好谈耶 好谈 如果你照规矩来 他还是赚得到钱 你不能把这个借在阿波罗 把这个股钱放在阿波罗身上 阿波罗跟中营有什么关系 根本都没关系 这是蔡震言嘛 如果是这样 当时应该有50亿 60亿 都去买啊 对不对 我为什么 我知道会300万 我100亿我也去买 小群问了一个 你是一个不会做坏事的人的问题 好 那个山中的土地 我们不要讲他那些牌照 龙化成的土地 他那些土地 华夏大楼的土地 大世界引成这块土地 那个都很有价值 你怎么会卖得比价值低 甚至里面没有环保上那些质量 如果照你们这样讲 过去办的 好像都办假 山中正是要去办 当时不办这个案子 甚至故意纵容 甚至放水的检察官跟法官 是不是一并要去追究 来现场邀请到关键性的律师 周律师 是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他现在有背信跟掏空 对 那究竟是在办什么呢 这案子看完以后 看完这个判决书以后 你会非常气愤 法律人在 在接触这个案子以后 竟然没有去侦办 或者是法官竟然没有去移送 移送说里面的这些人 其实全部都是共同被告 专婉军本身 因为涉犯背信 被判了五年六个月 现在快确定了 对 这个案件 我们大家刚刚都说 是用三十一亿 买 终印 你讲到 我们看到庄婉军 对不对 当时这三个人 郭台强的妻子 叫做罗玉珍 罗玉珍 当时接下副董事长 叫庄婉军 你知道 曾经还爆发过枪战 就是他们跟 庄婉军找黑道 庄婉军 而且那黑道死在看守所 找黑道去开箱 在2007 你解决不了 施华解决不了 对 蔡正元 蔡正元 南港研究院路的服务处 去开枪事情 开枪事情 那我们看这个大现场 来 周律师兄帮我们谈 OK 监视机画面中 身穿白色上衣 黑色长裤 头戴全罩式安全帽 身材看起来瘦瘦高高的男子 手插在口袋里 缓缓地走到立委蔡正元 位于研究院 录巷子内的服务处 到了门口 突然操出预藏的手枪 朝服务处 掩开两枪 突如其来的枪击 吓坏了路过的民众 所幸服务处并没有人在 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只在门上留下 两个清晰的弹孔 以及行凶枪支的弹夹 警方在现场采集指纹 并调阅监视器 厘清行凶歹徒的身份 初步研判 整起枪击事件 可能与中影的股权纠纷有关 不断有威吓恐吓 也都是冲着中影的股权而来的 我并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今天的枪击事件 跟中影或者跟庄女士 有直接的相关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 警方并没有排除 没有排除庄婉军的涉案 就是因为在开箱这一天 报纸头版下方 蔡振元以中影的名义 刊登斗大广告 标题 庄女为首突鹰集团 略夺不成心生报复 内容列举 前中影副董事长 庄婉军企图抹黑 早报才出来 下午就传出 蔡振元的服务处造枪击 今年六月 中影股东会上 庄婉军还带了几个黑衣人 企图阻扰会议进行 双方场外上有触破冲突 气氛相当的火爆 难道枪击真的和 中影院有关吗 所有道上兄弟 都是由庄女士所委托来的 所有的人 周边的人认识他 都知道他有黑道背景 他本人就是指导致言 他帮他把证据拿出来 庄婉军喊冤 反抗蔡振元才是黑道 曾经爆发过枪战 那现在办的是什么呢 庄婉军就是蔡振元找过来的 其实庄婉军也是个人头而已 他的背后一个人叫做吴承林 吴承林非常出名 去骗了内府的一个 大地主的女儿 骗了感情 又骗了十五亿 后来被判五年 现在被关 怎么蔡振元专门找这种人 再合作 那后来 后来蔡振元设计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买卖的方案 大家都说是三十一亿 买中影 错 大家都搞错了 他只用了十二亿 就把中影给买下来 其中六亿 郭台强付钱 六亿 庄婉军跟吴承林 还有蔡振元付了三千万 其他的十八亿 在哪里你知道吗 在中影的户头里面 中影本身就有现金 超过二十亿 然后未来的话 怎么支付 后来的三期款项呢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各六亿的款项呢 办减支 中影办减支 什么叫减支 增支就是跟股东要钱 减支就是公司发给你钱 他就把公司办减支 就办了 公司决议以后办减支 办了 已经定十五亿的减支 所以第一次就发了六亿 本来要这样发出去 他们的买卖期限是这样规定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都是由中影 办减支来付款 所以中央投资公司 或者是国民党 只收了多少钱 十二亿 其他的钱都是中影来的 那表示中影除了 这些资产以外 他还有什么 现金超过二十亿 那你竟然只卖了 用十二亿 就全部给人家了 那当时的 行管会主委张哲称 当然要负责 为什么要贱卖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 大家在鬼节 这在分张啊 这根本就是假买卖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买卖 这根本就是假的 那当时的主席 会不会知道这种 要不要首肯 愿意这样的条件 这个条件夺离一谱 你知道吗 我们付了十二亿以后 股权全部移转了 八十二分 百分之八十二 全部移到阿伯罗的名下 律师的角度去看 这个事情这么错综复杂 它可以扮演这么关键性的角色 检察官不需要再继续往上追吗 这里就是重点 其实大家都看到 每个法律人都看到 因为这案子很多案子都在 大家都知道说 这里面太离谱了 用十二亿 就可以把这个上百亿 现在说三百亿的资产 整个洗出来了 洗出来 对 那你为什么不移送 为什么不侦办 不是三十亿 其实是十二亿 六亿而已 六亿而已 刚才律师讲到网上侦办 我讲一个很简单 我跟吴指教吴董事长 我们两个要来 框某一家公司的钱 我们两个讲好了 可不可以就算数了 还必须那家公司的老板 是个猪头 要不然就故意装猪头 我那个账不盖 你根本卖不了 因为她的女朋友 她老婆三百万交保 博玉珍交保 因为我们法律规定 怀孕后或生产 你说蔡正元太太 三百万交保 怀孕后或生产钱 是不能收押的 不能入肩服刑的 三百万交保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她没有怀孕 她应该会被收押 会被收押 会被生押 所以本案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离谱的状况 我相信蔡正元会被收押境界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所有的案子 蔡正元到现在 还没有被判刑定案 还没有捉进去 关过一天了 她厉害 这个案子还没讲 要她还钱 郭台强根本都告假的 都拿字数 只是要她还钱 不是要她关 对 根本告她都用字数 告中婉军都用几数 告永峰与何董在里面 赵成雄在里面 再加上蔡正元等着看 我们在今天其实 到底会不会收押境界 鸡押亭到现在 我们露营同时都还在开 可是引爆有一个最新的话题 我们现场有多位的高雄人 欢迎李伯仁大哥 加入我们的讨论 如果我们看到前瞻预算里头 它编列的金额 在各个县市里头 前瞻的预算里头 高雄有1463亿 台南850亿 桃园936亿 台北市提报的金额有500亿 分别新北市 新竹县 台中市 跟屏东县 那我现在人民会问 我前瞻我来要这么多的公共基础建设 结果发现我的人口竟然呈现一直往北部 往北部去外流 然后人数没有成长 所以现在导致席次可能会减少 当然这个有计算不同 可是至少在数字里头 没有很明显增加的情形 这有没有呈现矛盾的情形 为什么会留不住年轻人 我不知道你在地的感受也是这样子吗 问题出在哪里 在哪里 我说我听 丹教做市场 合并在这里非常严重 因为是我们高雄观 是我们高雄观这些东西 买的东西都设在高雄观 我们将时就对了 因为高雄观 对我们买到山下来 那要做一个我们医疗的器材 会买到 那外国的东西 你如果看这些东西 那要设在那里 尤其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大环境大投资大改变 这是阿扁手的时候就设在那里的东西 但是你今天说是这个 这些幽量的东西 你是怎么为何 你改了做一个 六庄的生锁工程 这种的东西 生锁工程 这是非常毒的 因为我将是晋男的公司 那实在非常恶致 我问我台湾是怎样 你高雄市政府 比较做农业的 水里又比较做农业的 是怎样为何 他的反评创三个月 反评这种非常重要 这种很毒的东西 是怎样为何你老小方 本身在副市长的时候 到将农这里的时候 他本身是反评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种事件是当局 你是怎样 可以用他来 他所遮天 反评如果要让他过一句话而已 不让他过一句话而已 说对我们家庭来就好了 将是说成功我们家庭 家庭过去 台湾在我们那时候 要做一个沉水买头 这个沉水买头 就是那些十万斤的村子 每个土的村子要进来 他要进来的时候 他就要做那些买头要比较大 村子还能够进去 不然这村子还能够进去 这样基源 我们那时候协调到 协调说你这土 要挖开的时候 要来仰滩计划 基源他没有养滩计划 他从这土 但他说什么 这土要让高雄市政府 拿燃性计划 如果没有拿燃性计划 他返平没过 这样到不就 这土让我们都要化体 方态来化体 化体后 孙息多大厌哪里 孙息到台湾出两个市 水里市出两个市 水里市再出一个 接着过五百万 来做理案提 四百 提供 它过五百万 你看中正行 你如果想说 我们今天 人口没有外流是不是 我们高雄关 你如果想 从顶管 从高雄关开始 到我们这边 高雄关是非常受益的 好的东西 没有塞在我们高雄市 高雄市是以前的高雄关 都没有塞在 你是怎么为何 不仅仅仅有外流 我们高雄关 是三顶国民 含淡漆价格 淡漆价市 你发卖 做得非常好 我们高雄关 当时成长 把污漆部来 我们高雄关而已 三顶公团 一顶一顶 拾到 你没要让 那些政策 你像用那种 让他做 去那种 螺丝公团 三顶公团 都继续放下来 你看这种事 我是希望 两天哪有机会 去来高雄关 对上面到海中 来做一遍 经贴 来把它 传染 来把它布图 这样是 看医疗高雄市政府 看到那个屋子在买 我是希望 今天我们丹局 流水风 我说听 高雄市不是没人算 我们仕途也要找 刘世芳来上节目 因为这个部分 如果污染如此的严重 污染这么严重 环保的问题 可以这样轻轻放过吗 这个是真的 心结一点一滴去累积 那也许这中间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误解 我们因为今天仕途 要联系给陈局市长 但他非常非常忙 我相信陈局市长 对这个事情 一定有他的见解 那刘世芳应该也有 他的看法 如果指控这么严重的话 我希望博荣大哥 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个数据 如果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你前瞬计划里头 争取这么多的 公共基础建设 我今天有看到 高雄市议委 张峰腾特别提到 他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知道他们 公共基础建设在高雄 如果你做得不彻底的话 就会呈现一个结果 交通费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看到 他就特别提到说 张峰腾说新北有捷运 那他透过这个说 新北台中跟高雄 三个城市 家庭的年收入 他觉得都差不多 新北台中跟高雄 年收入差不多 大概都是96万元上下 可是新北的家庭的交通费 每一年每一户 6万块钱新北 可是台中跟高雄 分别是7万4千跟7万2千 高雄要7万2千 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新北有捷运 所以相对的 公共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来 老师怎么看 以高雄来讲 我们现在是有捷运的 我们是比台中还早 可是我们的捷运 到现在是赔钱的 因为搭乘的人数始终不够 那清北跟台北是连成一弃的 他一天可以有1000万人次 在这搭乘这个捷运 所以整个营运上是没有问题 但高雄现在光是捷运本身 都还不能够打拼赤字 那也就是说你营运的人口 事实上是有限 所以才搞了轻轨 但轻轨的这个结果 我们其实常常看 在我们需要外面进出 很少人搭 他还是一个空的 他没有发挥运输效用 再说这个整个高雄的 整个交通的习惯 以我们的观察看到 因为高雄气候跟台北 北比较不一样 那捷运在这边 又已经成了珠网状态 高雄是习惯乘摩托车 大部分都在骑摩托车 接着摩托车多得不得了 你即使盖了捷运 他愿不愿意放弃摩托车 而搭乘捷运 这是个问题 因为这牵涉到很多习惯的问题 可是现在市民的习惯 还是以摩托车为主 那这个市民能够替换 用捷运用轻轨 目前看起来轻轨 是没有发挥运输效用 那我觉得这里面人口这种 其实我的数字 跟您刚才成绩 还有点差距 其实这一次 中选会要计算高雄市人口数 您的数字是277万 我们是2710万 中选会 更少 274 其实是我们是减少的 不是只有 我们是274人口去算 所以我们才会 变息次还要再减少 你去看最新的最新出来 这是中选会给的数字 所以其实高雄市 跟台中市都不能并比 我们在2020年改制的时候 我们比台中市多14万人口 这都有数据的 但是改制的新年下来 2020年到现在 台中市比我们多出10万人口 台中市在长大 那我们高雄市在萎缩 当然我们也可以 从另外一面来讲 就政策一面来讲 那从卸长廷讲 1998年 民国87年开始 就是民进党在高雄执政 19年了 19年 那整个市容来讲 市有改进 整个高雄市人家 确实都会觉得漂亮 但是产业的 能够是比他说产业政策 能不能招商引资 一直是高雄市的痛 那我觉得这不能只是说 现在民进党执政19年 公平讲 过去国民党执政 就是重北清南 那所有的重要的 现在的产业 比较不是污染的 而且高科技 能赚钱的都在北部 南部原来重工业的 它开始淘汰 那手工业的话 它在南部 找不到适当的人力 它就必须有产业外面 政府态度也有关系 我们说业脸 它就跑到美国去 它就不愿意在高雄投资 高雄企业不愿意在高雄投资 第一个环境也要注意 因为现在你要找 劳工在高雄市也找不到 年轻人要找的都是 白领的比较低污染的 好的工作环境 在高雄市原来的传业 就是以传统产业为主 传产在现在的 这个环境里面 是被嫌弃的 然后劳工的这些 一粒一收这些 都造成传产往外跑 而不会留在本地 所以传产就空了 所以我们是一个 在一个中空的状态 那事实上中央跟地方 不是只搞交通捷运 你真的要做很多 产业上的一个重大的部署 甚至中央机构 应该在高雄设置 与其说陈举要去面对 这个国民两党的 新的高雄市长候选令 难道都不应该去面对 这些问题吗 非常谢谢梁老师 点出这些 明天在暗期间 再见 再会拜拜